天高海阔 张修杰 那么大家听修杰的节目应该知道 我在这个大选当中是支持川普的 我身边有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支持川普的 我本来有一个朋友我以为他支持拜登 原来他只不过是他个人有一个推测选举的模型 当中显示拜登胜 所以他才说拜登胜 等到拜登真是胜的时候 他在他的脸书上po了这样一句话 说有时候你觉得要发生的事情 其实你真是不希望它发生 所以说到底 我身边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支持拜登的朋友 那么所以我身边最近很多朋友情绪非常低落 都觉得这次大选到底怎么了 修杰多时说我支持哪个总统候选人不要紧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陈述事实讲述观点 大家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在这里分享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听众要问大选到底怎么样了 修杰也不是神仙也不是铁板神算 能够算到大选最终的结果 不过我们来看看 现在大选发展到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势 然后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那么修杰把自己所想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选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点拜登宣布他胜选了 而拜登宣布胜选的原因是因为媒体报道说 拜登拿下了宾夕法尼亚州 我们知道宾夕法尼亚州是个摇摆州 从大选一开始大家都认为 谁能拿下宾夕法尼亚州 谁就可能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 修杰之前对这种说法一直不赞成 其实美国很多州都很重要 除了比如说像加州纽约州 德克萨斯州 这几个州是明显的倾向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之外 其他每一个州其实都有变化 川普今年总统大选一开始的劣势 就发生在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被拜登拿下之后 当时修杰就判断 川普的选情会出非常大的变数 所以宾夕法尼亚州也是一个重要州 但是其他州同样重要 但是拜登拿下了宾夕法尼亚州之后 他的选举人票就超过了270票 所以拜登宣布他胜选了 拜登宣布胜选之后 民主党的一众政治人物 马上对拜登表示了祝贺 包括在整个大选过程当中 没有说一句话的 民主党的前总统候选人西亚里 也马上站出来对拜登表达了祝贺 那么所有的媒体 除了左派媒体 包括保守派媒体 都刊登报道说 拜登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那么再有就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袖 都向拜登发来了祝贺的信息 比如说德国法国英国 德国法国就不奇怪了 英国约翰逊跟川普应该说关系不错 并且在未来英国跟欧盟之间的斗争 美国对他来说很重要 而川普在这点上是支持约翰逊的 所以连约翰逊都对拜登表达了祝贺 那么除此之外 最近跟美国的盟友关系 比较密切的像印度加拿大 这些国家都向拜登表示了祝贺 我们讲完等等这些因素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确定 拜登已经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呢 那么其实似乎也不是这样 我们反过来再看另外一些信息 首先有40名共和党的国会参众两院 联名写信给司法部部长巴尔 要求巴尔对这次大选当中 所发生的舞弊现象进行调查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 对40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要求 有任何回应 那么第二点 川普在礼拜六也发表声明了 要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广泛的诉讼战 川普认为他获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 只不过这个胜利的成果被偷走了 那么据说现在川普的团队正在募集资金 据说打官司最起码要花八千万 现在的诉讼已经在联邦的地方法院进行了 虽然川普的很多诉讼 被地方的联邦法院驳回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司法诉讼最终一定会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所以现在离这个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恐怕还有一段时期 那么再有就是针对于在大选当中所披露出来的很多作弊的行为 很多舞弊的行为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公开说 他说确实看到了在这次大选当中 有很多舞弊的行为 觉得应该调查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是个什么机构呢 它是由六个人组成的 他的职责就是负责监察美国的联邦选举 有没有保持公正性 有没有出现舞弊的行为 如果现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主席都公开说 这次大选确实让人看到了有很多舞弊的行为 那么恐怕会令更多的美国民众相信 这次大选当中确实有普遍的这个舞弊行为 那么再有呢 就是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已经表示 要启动对这次大选当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调查 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厄姆 我们都知道他是川普的盟友 格雷厄姆公开的呼吁川普 不要放弃要把自己合法的胜利 从舞弊者手中夺回来 那么除此之外啊 美国各地都有川普的支持者抗议 这种抗议啊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发生 并且最可怕的是 抗议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人 是持自动步枪上街抗议的 那么这种抗议一旦不可蔓延的话 恐怕会在美国的社会造成更大的动荡 也说明啊 在美国有很多人认为 这次选举有舞弊 不愿意承认现在的选举结果 那么除了民间之外 包括外国元首啊 也对美国这次选举不同的看法 刚才我们讲了 英国 法国 德国 印度 加拿大 这些国家的领袖 已经祝贺拜登当选了 但是美国的邻国墨西哥的总统 直到今天拒绝向拜登表示祝贺 那么除了这些国家之外 大家一定会奇怪 秀吉可能是不是漏奖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这是表现的十分谨慎 谨慎的令人惊讶 到目前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并没有向拜登表示祝贺 也没有对美国总统大选 有任何的官方的言论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 无论是媒体还是网民 对美国总统的大选的评论 已经开了锅 这个中国网友怎么评论美国大选 我们另外找个话题再讲 现在我们先讲的是 美国大选发展到现在 到底局面是怎么样的 今后会怎么发展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拜登的团队 以及他本人已经宣布 在大选当中获胜 并且得到了很多 外国政要的这个恭贺 那么在美国 也有很多民众上届庆祝 有些人在电视机的镜头 前面留下了热泪 对拜登的胜选 表现得非常激动 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 出来抗议 在大选当中有舞弊的行为 所以这次大选的结果 为什么争议这么大 就是在选举当中 到底有没有舞弊的行为 那么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们怎么来判断 在大选当中 有没有舞弊行为 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观点 简单的说 修杰个人认为 这次大选当中 确实存在着舞弊的行为 那么我从哪些新闻事实当中 可以判断 这次大选当中 确实存在舞弊行为呢 比如说密西根州的 安特里姆郡 这个郡就发现 有6000票是投给川普的票 换到了拜登的名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其实据说 这个安特里姆郡 本来就是共和党的大本营 历史上这个郡的选民 都会把选票 投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或者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但是在今年大选过程当中 这个郡的相关的 负责选举的官员发现 拜登在这里 居然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于是官员觉得 这个结局 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马上对这个点票 进行了查验 怎么查验呢 就是动用了人手去查验 用人手一张一张的点票 结果发现 本来有6000张票 是投给川普的 却变成了投给拜登 那么我们看这个结局 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6000张选票 本来是投给川普的 后来投给了拜登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这个区域的 这个投票的结果 因为这个错误 所以令到拜登跟川普之间 出现了12000票 可能有些听众觉得奇怪 不是6000票吗 怎么变成了12000票 你应该这么算 本来6000票是支持川普的 就变成了支持拜登 那么如果把这个错误 纠正过来的话 拜登少了6000票 川普多了6000票 两个人的差距 不就是12000票吗 在一个郡里边 就出现了12000票的误差 那么如果扩展到 整个密西根州呢 那么大选结果 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其他的地方 有没发现这种行为 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现在最起码 密西根州的 安特里姆郡 所出现的 这个在点票上的差错 是肯定存在的 那么既然这个差错存在 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发展到 现在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而未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上一节我们讲到 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 到底有没有舞弊行为呢 我个人的观点 简单的说是有 我们刚举的个例子 在密西根州的安特里姆郡 本来六千张选票是投给川普的 却变成投给了拜登 现在安特里姆郡的相关的选举部门 已经确认了有这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是怎么来的呢 据说是这个电脑的点票系统出了问题 这个新闻可以说令休节十分震惊 因为过去我们传说过 在某些极权国家 在某些独裁国家 在大选的时候 为什么独裁领导人 明明在民众当中的支持度很低 反感度很高 但是一旦进行大选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有优势 压倒性的来获得这个多数票 获得这个总统的选举 比如说前不久 美国跟欧盟都强烈批评过的 白俄罗斯的选举就是这样 明明这个总统 这个独裁总统 在全国的选民当中 已经是深恶痛绝了 但是选票还是依然投给他 为什么呢 这就是点算选票的机器 电脑系统出了很大问题 被人为的做了手脚 那么据说在前不久 韩国举行的这个地方选举当中 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就是民众明明把票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点票结果 却是执政党获得了大多数 因为点票的是电脑系统 是机器 所以人为操作的可能性是有的 过去这些都是一种传说 但是这是安特里姆郡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电脑点票系统会出问题的 在安特里姆郡就有6000票投给川普的 变成投给了拜登 那么问题来了 全美国有多少个点票站 用的是这套系统呢 据说在密西根州就有超过一半的郡 用的是这个点票系统 而在全美国有27个州 也有用这个点票系统 到底全美国有多少个点票中心 用的是这套电脑系统 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我们还有不得而知的是 这套电脑系统 到底是由哪家电脑公司设计出来的 那么现在有媒体报道说 是由一个过去佩洛西 在国会的一个助理设计出来的 修杰个人觉得 这些新闻报道 我们只能边看边观察 未必这就是真的 未必也是假的 但是问题是 谁才能知道这个点票的系统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当然需要联邦执法部门来调查 遗憾的是 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 没有听说有人要调查 这个电脑点票系统 为什么会出现差错 而发明这个电脑点票系统公司 告诉公众说并不是他们的错 只是人手操作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那么修杰想问 什么叫人手操作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其实所谓的点票机 以我们的common sense来理解 就是选票拿出来之后 送到这个点票机里面 通过电脑系统来判断 选票投给了谁 就这么简单 有什么人手操作失误呢 难道把这个票放错了 前后颠倒了 那么前后颠倒了 顶多是点不出来 为什么会把票送了给拜登呢 所以这是一个选举舞弊当中 目前我所看到的最确凿的证据 最不能解释的怪现象 那么现在全美国到底有多少个点票中心 用的是这个电脑系统 他就决定了 他如何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那么再有啊 就是这个邮寄选票就不用说了 邮寄选票一直以来是川普的竞选团队 以及共和党的阵营啊 攻击最容易出现选举舞弊的一个环节 那么而事实上 现在川普的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 据说发现了六个实例 这六个实例都是死人参加了 今年总统大选投票 但是修杰个人认为啊 选举当中这个邮寄投票 是最难证实的选举舞弊的 为什么呢 大家不妨闭上眼睛想一想 如果现在我们要确定 邮寄投票当中有没有舞弊的话 如果我们要把每一张选票去证实 这张选票上面签名的人 跟他寄出的人是不是一个人 这个人还在不在世 我们如果把邮寄选票 一张一张的去落实的话 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需要花多大的资源 需要花多少的资金 如果要把每一张邮寄选票 都确实证明 他是由某一个合法的选民 投出来的话 恐怕四年总统的任期也就过去了 所以现在这个邮寄选票 要想证明他作弊 几乎不可能 川普的团队找到了六个实例 但是这六个个案 对整个选举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当然是微不诸道又微不诸道 不过最近有个新闻说 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邮局的员工揭发 他的上司让他把已经过期的选票 把日期倒填回去 那么同样还是 这个邮局的雇员所揭发的 他上司让他把选票时间倒填过去 这些选票到底有多少张呢 那么如果他是少量的话 同样他也对这个大选的结果没有影响 那么所以虽然现在所谓的选举舞弊的投诉 可以说不胜枚举 很多投诉都已经到了这个司法程序 但是这些投诉也好 这些司法程序好有多少可以证明 这次在大选当中的舞弊 足以影响了选举的结果呢 这是我们值得观察的 但是最起码我们刚讲了第一个 在这个密西根州的安特里姆郡 所谓的电脑点票系统出了问题 我想这是能够确凿证明 这次大选有规模性的舞弊的一个 最重要的突破口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调查部门怎么调查了 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怎么调查了 那么如果你要问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我怎么看呢 其实我同意现在中国大陆媒体的一个说法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成了一个全世界的笑话 刚才我们讲了 美国前不久还在批评白俄罗斯的选举 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美国这次大选之混乱 在大选当中有这么多让我们觉得可疑的现象 作为一个世界头号强国 作为一个认为自己的民主制度 一向是最成熟的国家 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吗 这是为什么说这个笑话呢 首先我们看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目前的所有的局面 都是一个预先张扬的剧本里边早就描述的了 比如说通讯投票 通讯投票民主党人早就说 他们要利用通讯投票来打赢这场选举 而共和党人说通讯投票很可能会有作弊的嫌疑 那么现在不也就证明了吗 然后民主党人说 这次总统大选之后 川普肯定会不愿意接受败选的结果 肯定会赖在白宫不走 好 现在也兑现了 现在川普果然就不承认这个败选的结果 因为川普觉得这个选举当中有很多舞弊的行为 那么再有第三点 剧本里面所描述的就是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会令到司法诉讼铺天盖地而来 现在果然这些司法诉讼已经发生了 那么现在只是在联邦的地方法院 最终要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司法站的这个诉讼期到底有多长 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所以以及我们今天讨论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到底是川普败了还是拜登败了 我们不如说是美国败了 为什么说美国败呢 这次大选的结果到目前为止 无论今后怎么样发展 无论最后哪一位总统候选人获得了胜选 他都是美国历史上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次总统大选 在美国历史上 多次发生过总统大选的结果有争议 但是都没有像这次一样争议这么大 这个争议会令到美国的选民如此的对立 今天我们在街上看到两个阵营的选民 在表达诉求的时候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并且这种激烈的冲突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所以说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是令到美国的政治制度输了 美国的政治制度曾经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党派 有分歧有争论甚至是有斗争 然后有妥协一起往前走 这是美国过去整个从建国以来 两党斗争也好三党斗争也好 最终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路径 但是现在的党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大选当中让我们看到 两党的斗争方式 就像独裁国家的独裁者 为了维系自己的政权 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夺取权力 这跟独裁国家还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看今天很多媒体都宣布拜登胜选了 同时媒体还在讨论另外有问题 川普会特赦自己吗 为什么这些媒体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这些媒体说的是 拜登上台之后川普就死定了 过去川普的很多所谓的 这个有关犯罪的嫌疑啊 都会被拜登政府调查 最终把川普送进监狱 那么同样 川普这次如果胜选了 川普会抓住拜登父子的贪腐丑闻 最终把拜登以及前总统奥巴马等等 在这个贪腐疑云里边都有嫌疑人 送进监狱吗 当美国两个政党的斗争 已经陷入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那他跟独裁者之间的争夺权力 还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修杰根认为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让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制度输了 这个政治制度曾经很成功 但是今天这个制度已经患了重病 这个重病再不治疗好的话 如果以后美国总统的选举 永远是两党或者两个总统候选人 你死我活的话 那么美国才是真正的输家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局 发展到现在 以及未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状况 那么上一节 休息一下讲一个个人观点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它都是美国历史上 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次选举 那么在这个选举当中 我们看到真正的输家是美国 美国的政治制度输了 今天美国的两党之间的斗争 再也不是过去有分歧 有对立 有斗争 最终要妥协 今天两党之间 已经成了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 这跟一些独裁国家的独裁领导人 争夺权力还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很多媒体已经在讨论 拜登上台之后 要用什么办法 用什么罪名 把川普送进监狱 如果以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 总统选举 是用这种结局作为收场的话 那么我们跟南韩还有什么区别呢 美国还能说自己是世界上一个 最成熟的民主国家吗 那么第二点 修杰哥人觉得 美国的法律制度也输了 我们看在大选当中 有这么明火之杖的选举舞弊 那么这些选举舞弊的新闻 我想大家每一天在媒体上都有看到 有些我们不太确定是真是假 但是有一些 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 肯定有发生 这些所谓的选举舞弊 未必就是大规模的 未必就是有计划有组织的 可能是发生在某一个地方 但是无论它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好 还是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好 难道美国的执法部门 现在不应该介入调查吗 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 民主选举制度 当一个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 被破坏之后 这个国家还能称之为一个民主国家吗 如果在大选当中出现了 这么多显而易见的舞弊行为 而司法部门 执法部门保持沉默的话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今天在美国有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 这个利益团体谁都奈他不和 美国的选民奈他不和 美国的选民想改变这种现象 无力而为之 同样美国的官员 美国的立法者 美国的执法者 美国的总统也奈他不和 只要他们愿意 他们就可以明火之杖的在选举当中 进行舞弊的行为 只要他们愿意 他们就可以在选举当中 去推举一个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总统 那么这个总统上台之后 难道不会被这个力量所控制吗 这就是我们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 看到一些令我们觉得可疑的现象 我们希望这个判断是错的 但是我们怎么解释 有这么明显的选举舞弊 而执法部门 调查部门对此却保持沉默呢 虽然现在说川普的团队 已经把很多官司打到了联邦的地方法院 但是在把这些官司送到联邦地方法院之前 不是需要要找证据来证明 这些诉讼是荒唐的还是真实的吗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联邦法院以什么样作为一个判案的证据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舞弊行为 完全没有人愿意去调查 完全没有人打算去调查 这才是最可怕的 虽然我们刚讲了 现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 共和党人表示要调查 但是等到拜登当了美国总统 掌握了行政权力之后 这个调查还会有一个真实的结果吗 我们真是不得而知 那么讲了半天 现在川普已经要把这个大选的舞弊的相关的证据送到法院 那么最终我们也知道这个官司会到联邦最高法院去进行上诉 那么这些司法行为能不能改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总统大选的结果呢 就是拜登已经获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呢 修姐我个人觉得很难或者说基本不可能 那么可能有些听众奇怪了 既然你说已经看到这么多有证据的选举舞弊 为什么你觉得很难推翻现在拜登胜选的结果呢 我们从以下几点来聊一聊 看看这个司法诉讼哪怕是真是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真是能改变川普败选的结局吗 第一点 所有的司法诉讼 无论是在联邦的地方法院 还是最终上诉的联邦最高法院 关键点是有没有证据 司法诉讼当中没有证据 一切都等于空白 那么而这个证据到底能证明什么呢 我们刚讲了有很多这个舞弊的行为 或者有很多舞弊的嫌疑 但是有些舞弊的嫌疑啊 他没有办法改变大选的结果 比如说川普的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 发现有六个死人参加了这次大选的投票 那么如果真是有这六个已经去世人参加投票的话 他足以能改变大选的结果吗 不可能啊 因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是过百万 过千万这样的数字 在这么大的母数之下 你只有六个人 只有六个非法投票的人 怎么能改变大选的结果呢 除非我们刚讲的 在安特里姆郡那个点票的系统当中发现 凡是这个公司生产的点票系统 他都会自动的把川普的票算在了拜登头上 那么这就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个选举舞弊 那么怎么样才能证明在这次大选当中 存在着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的选举舞弊呢 这是非常难证明的 我们就用我们的基本逻辑想一下 如果是民主党这是真是在美国各州都有大规模的 这个点票过程当中的舞弊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影像 有些图片 说在点票的时候 有些民主党的义工故意拿一些党板 把点票的过程给挡住了 而在某些州点票的时候 共和党的志愿者监票要被热令 站在三十时以外 等等这些所谓的行为 似乎让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起在美国各州进行了点票当中的舞弊行为 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低可能性发生的事情 给大家举个例子 很多人到赌场输钱之后都会说 赌场的赌博的机器当中 肯定有做什么手脚 赌场的牌全部都经过排好的 不然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赌场输钱 在这里边 在这个传说当中你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赌场要作弊的话 他每一个员工都要参与进去 那么他当中如果有一个员工 有一天跟赌场闹了矛盾 或者跟赌场打官司 他会把赌场作弊的真相告诉公众吗 那当然有可能 所以这一点赌场是输不起的 因为只要有一个员工返水 有一个员工举报 他在博彩的机器当中做了手脚 那么这个赌场很可能就面临着巨大的司法诉讼 这个诉讼足以让他破产 那么同样在美国 如果说有一个政党 想在大选当中号召过万人 在点票过程当中舞弊的话 你能保证这过万人都是铁板一块 你能保证当中没有一个人 在事后把这个真相给揭露出来吗 所以修杰个人觉得 从这个基本逻辑上 是不太可能在全美国各州 有成千上万的所谓民主党的支持者 民主党的义工一起来做票 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并不大 所以如果我们把目光盯在 某一个这个点票中心 出现的一些个案的舞弊当中 那么这肯定改变不了大选的结果 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肯定不会因为这几个个案 来改变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所以要想在司法诉讼当中 改变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那么只有一条 就是发现大规模的 有计划的 有预谋的选举当中的舞弊 修杰我个人觉得 突破口只有一个 就是密西根州 那个安特里姆郡所采用的 电脑点票的系统 如果这个系统是被证明 是有人有计划 有预谋的设计了一个城市 而这个城市会在点票当中 把川普的票自动算到拜登头上 而这个电脑系统 又不是只有在这一家点票中心 在美国其他 众多的点票中心 都有这种现象的话 那么今年总统大选的结果 才有可能在联邦最高法院被推翻 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那么再有一点 哪怕这个有关选举的 结果的官司 打到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真是把这个判决的立场 敢站在川普一边吗 联邦最高法院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九位大法官了 加上刚刚被国会参议院通过的 最新的大法官巴瑞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通常大家说有六位保守派大法官 有三位自由派大法官 那么通常认为保守派大法官 他们的立场都是在这个共和党的一边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如果川普有关选举的官司 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六位保守派的大法官 会把他们的立场站在川普的一边吗 学家个人认为啊 这个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刚讲了 任何官司讲求的都是证据 现在川普的团队 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调查 我们大家必须知道是 现在美国联邦的任何一个执法部门 对选举的这个舞弊 没有表态要调查 所以要调查的话 只能靠川普自己的团队 这些人啊 很可能以前是联邦的执法人员 很可能以前是联邦的工作人员 但是要在他们没有任何行政资源情况下 来调查这些舞弊行为 并且找到确凿的证据 这比登天还难 这么短的时间 他们怎么可能找到证据呢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如何说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在这个断案当中啊 能把这个他们的立场支持川普呢 除此之外啊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还要算一个成本 这个成本呢 才是最重大的 这个成本是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聊的话题是 如果川普这次真是把这个有关选举 结果的争议的官司 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而现在联邦最高法院 通常我们认为 有六位保守派的大法官 这六位大法官 真是敢在司法诉讼当中 把自己的立场倾向于川普吗 休息我个人认为 这种可能性不大 首先我们先来看 现在其实联邦最高法院 已经介入了川普的一个司法诉讼 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已经做出了裁决 要求宾夕法尼亚州 把11月3号投票截止之后的票 全部封存起来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这个裁决啊 似乎是对川普的团队有利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在美国联邦有联邦的权利 州有州的权利 在美国大选过程当中啊 有关投票的事项 有很多是州的权利 比如说2000年 小布希跟戈尔之争 就是佛罗里达州 到底要不要重新计算这个选票 而当时佛州的州长 是小布希的弟弟 小布希的弟弟就公开说 我没有资源重新计算选票 所以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这是佛罗里达州州的权利 所以他说不点就不点 那么在今年大选的 这个争议诉讼当中 同样也一样 现在虽然联邦最高法院 已经颁令 要宾夕法尼亚州 把他11月3号以后的票 封存起来 但是谁能够监察 他封存的票当中 真是全部都是 11月3号的票 已经被封存呢 谁去监察这个封存的过程 有没有严格执行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而州的权利 是负责这一块的工作 联邦介入不了 川普的竞选团队 同样介入不了 那么谁能够保证 他封存的 就是按联邦最高法院 法官班令的标准来做 这是一条 再有一条 其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有关选举结果的 判案当中 他们必须还要算 另外一个 十分重大的成本 这个成本 就是政治成本 修杰刚讲了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是美国建国 有史以来 最难以令人信服的 一次大选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 的判决也一样 无论你判川普胜 还是判拜登胜 除非是有显而易见的 明确的大规模的 这种造假的证据 不然的话 联邦最高法院 法官的判决 没有办法令到 两个阵营的选民 都觉得这个判决是公正的 那么接下来 美国社会将会出现 更大的分裂 政治将会更加对立 修杰刚讲了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输家就是美国 输家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 就是美国的司法制度 但是如果联邦最高法院 如果卷入了这场 无论怎么判决 都没有办法令到 双方阵营服气的 这个官司当中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只会增加 美国选民的对立 只会增加社会的分裂 这是联邦最高法院的 法官所不敢付出的 政治代价 那么在两害 取其轻的情况下 你觉得他是判 川普翻盘 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还是判 所有的点票结果 就是以现在公布的 结果为准 让拜登顺理成章的 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两种判决 哪一个政治成本 会更加低呢 修杰我个人认为 判拜登获胜的 政治成本会更加低 所以即使官司 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我个人判断 联邦最高法院的 六位保守派的大法官 恐怕也不敢 把自己的立场 放在川普的一边 更何况 这六位所谓的 保守派大法官当中 首席大法官罗伯特 本身就是一个摇摆派 那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 几位大法官呢 可以说每一天 都在焦虑当中度过 每一天他们都在讨论 如何来判这个官司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到时候川普的团队 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时候 会给他们呈现 什么样的选举舞弊的证据 如果这个证据是确凿的 那么他们怎么判 如果证据是模糊的 他们怎么判 我想这九位大法官 现在每天都在考虑这个事情 所以总结一句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出现了这么大的争议 而争议发展下去 川普想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翻盘的机会 可以说少之又少 更何况共和党内 也有很多人反对川普 共和党内已经有人 向拜登表示了 当选的祝贺 比如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 参议员罗姆尼 就向拜登表示了祝贺 并且美国有很多 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就希望川普承认败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联邦最高法院的官司 恐怕也不一定对川普有利 那么接下来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秀杰在上个礼拜就讲过了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后 川普的支持者 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当这些支持者感到绝望之后 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如果一旦出现武装暴力冲突的话 那么美国社会将会出现更大的动荡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 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已经越来越高了 那么讲到这次川普在大选当中 为什么会落败呢 因为毕竟在大选之前 我们看到川普造势活动的人气 可以说人气满满 可以说支持川普的人 要比2016年多得多 虽然美国的左派媒体的民调 一直说拜登领先拜登领先 但是这种情况 其实在2016年就已经是这样了 如果你有兴趣翻翻2016年 一些左派媒体的报道 当时他们推测西拉里领先川普的幅度 比现在拜登领先川普大得多 那么在西拉里领先川普 这么多情况下 川普都获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今年两个人的差距并不大 为什么川普会落败呢 如果讲到川普落败的原因 有很多我们可以从川普执政四年来分析一下 川普为什么会在大选当中落败 到底是谁打败了川普 上个礼拜休节有一集节目跟大家讲了 到底谁在支持拜登 其实讲到川普的落败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它全部分析一下 我想要明天再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但是川普今年落败 有一个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一个罪人 这个罪人可以被称为千古罪人 这就是司法部部长巴尔 司法部部长这个位置 大家还记得川普上任之后 第一个司法部长是谁吗 是原来的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员赛辛斯 赛辛斯本来也是川普阵营当中的人 所以川普胜选之后 就把他任命为美国国会的司法部部长 但是赛辛斯当了司法部部长之后怎么样呢 可以说赛辛斯上任之后才发现 他以为当了内阁一个重要的官员 美国司法部部长 其实他是误入了白虎堂 他到了司法部才发现 原来司法部反川普的力量是如此的庞大 大家还记得那一串名单吗 美国联邦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 还有一众助理部长 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等等 这些人都是一个庞大的反川普势力 当川普一当选之后 这些人马上推动了对川普所谓通俄门的调查 赛辛斯看到了这股力量的可怕 赛辛斯马上表态 他在通俄门调查当中 表示中立他不参与这个通俄门调查 他这个行为啊 把川普气得暴跳如雷 因为通俄门的调查 作为川普委任的司法部部长不参加的话 可想而知 接下来调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接下来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啊 等等一众人就出场 当时很多美国民众认为 川普为什么会当选为美国总统 是俄罗斯人帮的忙 虽然最终在川普的任内 这个所谓的通俄门调查已经结束了 但是通俄门的调查 又给川普安了另外一个罪名 就是川普有没有干预司法呢 特别检察官穆勒先生说 我不知道 从赛新斯不敢参与通俄门的调查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联邦的司法部 有一个多么庞大的利益团体 在跟川普在对抗 好不容易川普把赛新斯吵了 赛新斯被吵啊 川普不但是得罪了赛新斯 还得罪了共和党内 一个十分大的群体 川普这个动作啊 可以说给他今后在党内 有这么多反对者 埋下了一个伏笔 所以川普任命了巴尔之后 本来巴尔的表现啊 看起来更加像川普的同盟者 因为巴尔在整个通俄门的调查的 终结报告当中 对这个报告的解释啊 认为川普无罪 川普也没有干预司法 但是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前 让我们看到巴尔跟赛新斯一样 在司法部内这个庞大的利益群体面前 巴尔也退缩了 为什么修杰说巴尔是这次 川普败选的千古罪人 那么川普到底今年败选败在哪里呢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 明天同样时间啊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 川普在今年大选当中 到底败在哪里 我们明天同样节目时间见 明天同样节目时间见 明天同样节目 voy在里面 我们一起来聊聊聊天 只有9至 bom 该王 megap Imagine som Bobby